甚至是針筒等等引起關注 那個組織更加發現 在珠海外寧丁島有垃圾山 懷疑兩者有關聯 政府承認部分海灘和沿岸地區的垃圾量 較去年夏季多 其中今個月1至9日 康民署和食環署一共收集到 大約7萬8千公斤海上垃圾 有環保團體說出現大量海上垃圾 相信與珠江沿岸省市發生嚴重水災有關 珠江河口如果沿著珠江河的很多不同城市 都有這些暴雨的影響 其實很多他們的垃圾 都會跟著那些洪水 就會飄到香港西邊的水域 一直到南邊大嶼山 或者香港島附近一些離島的南邊的海灘 都會受到這些海洋垃圾嚴重的影響 他希望透過港府和內地協調 改善內地河道配套 倒置垃圾面入河流再衝入大海 譬如安裝一些浮欄 有機會都可以幫忙 倒置了一些河流上面的垃圾 又或者是城市裡面的雨水渠的設計 怎樣去截著這些垃圾 漂浮垃圾 最主要是在面頭那一陣去漂浮 在面頭那一陣去加浮欄 隔著一定的範圍的海洋垃圾 政府下午發新聞稿說 研究發現超過八成海上垃圾 源自本地陸上 會探討在泳灘和其他航路場所 安裝更多飲水機 令到泳客減少用積氣水瓶 法定人數不足